很夯的还有这个龟丹温泉 因为这可是政府认证的新兴温泉区 而它的全职呢是属于美人汤 也就是所谓的碳酸氢盐 从今年五月开始呢 其实他们就已经开始试营运的 这游客都可以免费进到里头来泡汤 不过呢从明年元代开始 他们要正式开幕 也不再免费了 这全票是五十块钱 天气冷嗖嗖 来到台南龟丹泡温泉的游客 络绎不绝 许多人把脚泡在四十度左右的温泉 整个身子都暖了起来 还有许多人是世家代倦 一起来泡汤 台南龟丹温泉是新兴的温泉区 从今年的五月开始 试营运占地有四千平方公尺 园区的景观打造绿地步道 生态池还有冷水渠道 而泡汤的设备则有一座大众池 一座成人池和三座的泡脚池 试营运池不用收费 不过103年元旦开始就要开始收费了 其实我们也是有许多管销费用 包括说像清洁 我们主要收费的话 是以清洁跟保险为主 主管机关表示贵丹温泉有别于台南官司令的泥江温泉 泉值是属于碳酸清盐 号称美人汤 泉水相当清澈 还经过官方认证 103年元旦开始收费 全票50元 台南市民半价 而团体票也有优惠 我家不会不怕冷啊 而且可以换中 我家都没错 换中 对于贵丹温泉营运以后 要开始收费 游客大多觉得费用并不贵 可以接受 毕竟温泉区也需要有人管理 维持环境的总结 接着来管章 泰南报导 对于贵丹温泉